好 下面我们进入 下面我们进入这一讲的核心 最为重要的叫极限的计算 极限计算的知识结构分为两大块 第一块先谈函数极限 第二块再谈数列极限 现在都是考试的这个重点 只不过呢 函数极限是非常常规的考题 这种题目啊 比较常规 不会为难大家 只要学生计算能力足够强大 不要初心算错 这个分一般是满分 但是XN这个东西啊 这个数列极限啊 这个问题往往是一些非常过问题 它会涉及到非常丰富的知识和理论 而且的话呢 每年现在都是重点和压轴体啊 这块大家要打个清啊 这个无论文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啊 这个也很重要啊 FX也很重要 只不过呢 你学懂了 它不会丢分啊 这一般不会丢分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函数极限的计算 第一条叫七种未定式 我念一遍 请你仔细给我看一遍 回去以后自己要会默契 它视为零比零形 乌雄比乌雄形 乌雄大乘乌雄小形 这是第一组 我说你听啊 听就可以了 这个零不是真正的零 这个乌雄大 当然是乌雄大 零不是真正的零 它是趋向零 懂吗 零怎么能当分母呢 对不对 这是趋零 任何数乘以零都是零 它就不是未定式了 所以这个零也不是真正的零 这是我们的第一组 第二组叫乌雄大 减去乌雄大 单列一组 第三组叫乌雄大的乌雄小字方 乌雄小的乌雄小字方 一的乌雄大字方 这是密质函数的极限问题 所以一共三组 听懂了吧 这里一不是真正的一 因为如果是真正的一 一的任何字方都是一 它不叫未定式了 懂吧 所以一不是真正的一 零不是真正的零 它都是趋向于一 趋向于零 它不等于零 不等于一 好 下面第二个 解决三大组 这个你反正你大量做题了 是吧 大家 这个都得好好做啊 每一组都做到它 第二个 计算工具 翻过来 我们来看计算工具 这个计算工具呢 就是著名的卢毕达法则 卢毕达法则 这个人 卢毕达啊 你讲一下 没有 我贴旁边啊 贴数学价啊 漫画性质的啊 因为我十八奖啊 考研教材 高等数学是第一名的啊 中国大陆教材 你这个除了同级七版高数 就高了十八奖 这个销量极高 所以这个里面涉及到很多版权问题 所以为什么不能从网上当一个图片贴在书上 这个涉及到版权的啊 那网上不知道谁画的 人家要找你麻烦这个麻烦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花了钱 找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漫画家 把这个图都画出来了 这是我的版权 所以这个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人叫什么 卢比达 法国的一个有钱人 花钱 从他老师伯隆里手中买了这个法则 这是讲座里讲过了啊 若预知详情请回看 以前的讲座啊 不重复 卢比达法则正说的啊 如果FX趋零 GX趋零 是不是两个形象都是趋零啊 说明他们是无穷小量 且注意这条啊 求导之后的比值极限存在 则FX比GX极限 代用于导数的极限 你注意啊 他不光是要求FX GX都是无穷小 都可导 还得要求导函数比值的极限存在 这是一个precondition 这个叫前提条件 没有这个 罗比达不能用 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大家看这个啊 这个这个例子 说 这个 你看啊 3X比X 虽然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可以用一下罗比达 我问你 X趋零是 3A是不是趋零 X是趋零 是不是符合第一个条件了 但要注意啊 你得算这个 3A求导 是不是扣3A X求导 是不是1 你得知道这个导函数的极限 大家讲 X趋零 扣3A是不是趋零 这个结果等于是不是一个存在的 是存在了之后 好 他一定相等 固原极限也等于 懂了没有 但是啊 这个不一定的啊 你看啊 你比如说这个极限 我拿出来给你算啊 我草稿主不给你算 比方说 我给你算一个啊 说 Limit X趋零无穷大 3X比上X 3X加X比X 3X加上X比X 我刚才有一件事我刚才说了啊 大家注意啊 也可以是无穷大比无穷大是吧 是不是啊 我们不光有0比0型 还有什么 无穷比无穷型 是吧 大家笔记把它加上啊 我这个没有再去写一遍啊 笔记加上 罗贝拉法则是0比0 或者无穷比无穷 这个他都知道是吧 我们的考验复习啊 这个您应该都清楚的 都得是无穷小量 或者是无穷大量 是不是这个再加上 都为无穷小量 或者无穷大量 是吧 大家 且可导 要求必须导函数比之间存在 那么这个罗贝拉才成立 那么你比如说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3X加X除X XX区无穷大 我来问你来答 大家看我这啊 这是不分子区无穷大 3X是有界的吧 有界函数加上一无穷大 是不是还无穷大 底下肯定是无穷大 没错吧 且是不是分子分母都可导的 但是您注意啊 您要求导的话 你看 Limit X区无穷大 分母求导是不是一 X求导是不是一啊 3X求导是不是在 cos X 那X求导是不是叫一 我来问你来答 这个极限是不是导寒数极限 但它等于几 同学们 X区无穷大 cos 是不是震荡的 震荡不存在 听得懂吗 这是不存在的极限 回答我是不是 那是不是你就根据罗贝达说 它也不存在 那当然不是 我们说了啊 罗贝达使用的前提是 求导之后结果得是存在的 才能用罗贝达 懂了吧 你如果发现 这个求导之后结果不存在 大家注意 罗贝达不能使用 而要另谋他法 他这个什么法 很简单 这个数终于是 这个必要做的 这做的干嘛 你想 X区无穷大 各位 这个X是不是无穷大 你商议X是不是 大于等于负一 小于等于正一 这个数跟X比相当于 小无间大无 听懂吗 实际上你只有X 这个经验是几 一 听懂没有 如果同学们是在 讨论过程 你可以这样写的 他得limitX区无穷大 能不能拆 拆了再说 是不是这样 加上limitX区无穷大 是不是X比X 能不能拆了再说 我问你答 X区无穷大 这是不是叫有界变量 你算一下 这是不是有界 乘上的是不是X分D X区无穷大 这个X分D 是不是叫无穷小 一起背 无穷小请有界变量 还是无穷小量 这个极限等于几 零 是存在的吗 这个极限是几 你算不上都是一啊 X比X不是一吗 一的极限 还是一听得懂吗 所以零加一等一极 等一 你看 原极限等一啊 是一嘛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 但是用洛贝达 它就不存在了 说明是洛贝达失效了 洛贝达是不对的 所以啊 大家看我这个逻辑 你听懂没有 洛贝达能不能用 是不是得八个字 说 能不能用 画下来 用了再说 这是洛贝达的使用逻辑 打个心啊 这是洛贝达的使用逻辑 能不能用 用了再说 啥意思 你看这个例子 各位 这个求导 是不是结果存在 故用对了 就说 如果用了 若存在 则存在 用对了 如果用了不存在 说明什么 洛贝达失效 另谋他法 懂得没有 这个逻辑就这样啊 反正洛贝达能不能用 哎 管他呢 先求导再说 导寒数极限存在 则 用对了 导寒数极限不存在 插掉 不错了 重新换其他方法 好不好 干脆例说啊 这个东西 不要说那么多定理 说那么多 听不懂 我就先都求导 求导说 你就存在就对了 不存在 插掉重写 好不好 把这个搞清楚啊 好 这是使用工具啊 那么除了 罗贝达法则之外啊 对于这种常规性的 七种规定式的计算 除了常见的 罗贝达法则之外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是不是还有化解方法 我们这里有一个 重要的知识点 叫常用的 等价无准要替换 大家这个是不是也打得清 这个很重要啊 常见的等价无准要替换 当X趋零时 要不要念 念一遍吧 三元X等价X 二个三元X等价X 参加X 参加X 二个参加X 一的X之方减一等价X 弄一加X等价X 一加X 二法之方减一等价于 二法X 一减扣三X 等价于二分之一X平方 是吧大家 我们现在还没讲到 太多公式 这一段啊 大家好 背背 但是我告诉你啊 这已经隐约 有了微积分的一个 重要的知识性观点 同学们告诉我 这个一弯弯 是不是念作等价 但是一弯弯前面 你发现没有 是不是形形色色 各种函数 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没有 它的这个等 它的等价的右边 都是什么函数 这叫什么函数 这叫密函数 你说对不对 以后慢慢知道啊 其实我在前面的 导学里面讲过 在微积分人的眼中 任何函数 最终都是密函数啊 这样的题目 你做得好了 你发现了 是不是都是密函数啊 大家等价 一定要往密函数等价 一定要往密函数等价 好 不去念它了啊 后面大家都用得着啊 直接可以用 好 我们来看题目了 第一组 第一组涉及到 0比0型 无穷比无穷 无穷大才无穷小 例题一啊 这个题目都写给大家了 这也是一道真题啊 Limit x 区零 我不去抄了啊 大家看看是不是 0比0型 x 区零时分母是不是区零 分子1减1是不是区零 没问题吧 是不是0比0型 但大家注意啊 先写四个字 化简先行啊 我们一般啊 不要拿过来 就罗比达啊 虽然说 罗比达对于解决 这种常规性问题 确实也是一个重要工具 但是啊 计算之前先化简 大家告诉我 你是不是看到这里面 有根号叉 记不记 见根号叉 用有理化 这句话啊 用有理化 用有理化 先把它处理一下 再说 见根号叉 用有理化 立即推 原式i 就等于 Limit x 区零 根号叉啊 打个批注啊 根号叉就这个意思啊 根号a减去 根号b 是吧 大家 这样的这个东西 大家立即推 分子分母同时乘以 共恶的式子 是吧 叫根号a 加根号b 是这个意思吧 有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变成了 我直接来了啊 那这样写大家看 是不是乘以 这是不是根号a 减根号b 所以我这是不是写 根号a 加根号b 1加上弹架的x 加上 1加上3x 懂了没有 那这样的话 大家注意 我直接写了 好吧 分子是不是也乘上 乘一个除一个嘛 分子也是 根号1加3x的 加根号1加3x 那么再乘以它 是不是变成了 a减b 对了吧 你通过乘以 根号a 加根号b 是不是变成了 根号a方 减根号b方 是不是1减b 来a减b直接减吧 把根号去掉 1加弹架的x 减去1加3x 1减1约掉了吧 剩下谁 弹架的x减 3x 能听懂吧 这叫化减先行 再一个 底下这个x 是不是提一个出来 x提一个出来 剩下的呢 叫根号下 1加上3x的平方 减去1 看懂了吧 看懂了吧 好 接下来的工作好做了 继续化减 它等于什么呢 大罪啊 一般共和根式啊 你要知道 这个刚才共和根式 这个东西是不是趋零的 零比零吧 那你减法趋零 加法肯定是两倍了 对不对 那是不是 所以这块肯定能算出来吧 解 那不是2吗 刚才是1减1是吧 现在是1加1嘛 不是两倍吗 对吧 1减1趋零 那么1加1不是2嘛 对不对 好 当x趋零时 这项趋零 故1加0趋零 这项趋零 1加1趋于2 听得到吗 故这个二分之一 是不是先提出去了 理解我意思吗 这二分之一先提出去了 好 他最好 接下来的这种工作 接下来的这种工作 你发现没有 这一块跟我们刚才的那个等价 我去往替换有一个长得很像啊 你看哪个 是不是这个人 我再说一句话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讲一段要留这么多空白 你回去要做练习的 考研数学 考试当天 他不可能考x的 他一定会把这个x广义化 x写的什么 写成个狗 写什么不行 写狗都行 只要狗趋零时啊 大家注意 你会发现 如果狗趋零 你回答我 1加上狗的α次方 减1 是不是等价于α倍的小狗 对不对 它是广义化的 来你现在看讲义 看着这个体验答案 他这个分母是不是叫 1加上sinex的平方开个号是吧 开个号是几次方 是不是这个 减1 懂了吗 懂了没有 所以我问你 当x区0时 请回答我 sinex的平方 是不是趋向于零正 是不是无穷巧量 零正我写 因为它是平方是吧 它是零正 这等价谁说 是不是α α现在是几 二分之一 是不是二分之一倍的小狗 sinex方 你能听懂吗 对了吧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里面它是广义化的 这个小狗是现在的sinex方 整体 只要这个小狗去零 现在sinex方去零的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等于α倍的小狗 就是二分之一倍的sinex方 所以等价替换 要学会广义化 懂了吗 整个的这些个式子 回去大家都要把它写成广义化的 小狗 对不对 高数十八奖 今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高教 因为视频啊 录像不说太多 高教 大家知道是官方的 教育部直属单位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的高数书 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乱码 今年有一本书出现了乱码 就是小狗 我的书里面出现了狗 在高教出了这个书 这就是一个突破口 官方的东西你可以永远是那么正统 小狗进去了 他们说 当时从历史有来 高教出的高数书 从来没有出现过乱码 现在书里有乱码 就是小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题方法 记得住 记得住 好写成谁 看好了啊 Limit x7 各位这是不是写成了 二分之一 sine x的平方 是吧大家 不理我 是不是 前面x不要动 这个还没动它呢 这个怎么办 其实tiny的减三 我告诉你 你如果学了泰勒工事 这个答案可以直接背的 但是呢 我们循序鉴定啊 因为有同学还没有 跟我学过泰勒工事 慢慢来 咱们先做个化简 这个也能化简 这个也能化简 见到tiny的和sine的 我觉得啊 你应该想了一个中午的事情 我不妨说说 其实这个 我这个玩笑已经开了好多年了 从前年开始的 网上视频满天飞啊 这个网络时代就这样 大家都知道 前年 新浪请我去参加微影响力峰会 那首届 他请了很多明星网红 让我去发言 这个机会 很多人蛮好的啊 很多人说我是网红 不好意思 我不承认啊 这个就把我说的这个 我觉得不合适 一个老师当什么网红 没意义的啊 我 本来让我发言啊 我想了十分钟 我就拒绝了 不能发言 发言什么呀 你说我讲课 给你们这高层次的大学生讲 我是可以的 你说给你们网红明星 我讲什么 我上去讲数学啊 有一个人叫Sain X 娶了个老婆叫Cosan X 有一天晚上 Sain对Cosan说 今天晚上我们是Tenita 还是Cosan Nita 他们也听不懂啊 对不对 有人说开车啊 猝不及防啊 不是猝不及防啊 我说的这个是一个 重要的解题方法 你看 哎 我说对不对 你见到Tenita 你要想到谁 是不是Sain X在上 Cosan在下 你能听懂我意思吗 于是这个题不就出来了吗 你不要管我这个笑话 这个道理 我只想办法 那学生记得住啊 你看 你要记得这笑话 这小段子啊 但这种段子 都是档次高的段子 你同意吗 一般人听不懂啊 一般人听得懂这东西 是不是 看 怎么写 我提示过你了 Sain等于什么 是不是Tenita 乘以Cosan 是 不是 Sain 是不是等于Tenita 乘以Cosan 其实谁都知道 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数学题做出来 不是说你看不知道 你们翻答案 都是恍然大悟的 关键是你主动想 你想不到 这个就说明 你跟他的输一程度 懂吗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 跟他特别的熟悉 这个才可以的 你看看 如果你想得到 Sain就是Tenita 乘以Cosan 你是不是可以把 Tenita X提出来 括号 是不是 一减Cosan X 你看这个出来了吗 出来了吗 我问你答 Tenita X等价 谁 X 一减Cosan X等价 谁 二分之X 你看是不是也挺快 你再不理我 对吧 对不对 这不就来了吗 他等于二分之一 Limit X取一零 他你的X等价于X 一减Cosan 等价于二分之一 X平方 你这样乘起来 是二分之一 X三十方 跟我泰勒公社 后面算出来 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速度 其实蛮快的 对不对 基于什么 各位 基于刚才那个小故事 对不对 这种技术活 你还是要记得住 底下是不是X X乘二分之一 说 这个是不是等价于X方 答案最后是几 这不是一吗 前面是二分之一 说完了 对不对 大家 这个题目 涉及到了三大化减方法 你发现没有 这个题实际上没有用的比达 是吧 来记笔记 我接下来要跟你讲三大化减方法 我们在这写 正好这个题目在这 整个过程放在这了 我把它缩小一些 我放在这 第一步 接下来这个重点 红笔写都可以的 化减的方法 化减方法 常见的 第一个 叫横等变形 拿到一道这个 这个函数期限问题 不要着急 刚开始就求导 很多事情很麻烦 对吧 求导 你比如说 这个题带着根号 你带着根号怎么求导 是不是很麻烦啊 所以横等变形是第一步 往往涉及到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题 有涉及到有理化 是吧大家 有理化吧 还有一个 这个题你发现没有 刚才巧妙的解决了 他你的减三应 是不是提取公音试啊 对不对 我可以提公音试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这个题目是 我这都是精挑细选啊 每一个题都是 然后你通过大量做题 把它发挥 发挥出来 把它扩充出来 提取公音试 还包括啊 毛主席的了不起的 大胆的操作方法 吃什么 补什么 扫什么 添什么 是吧大家 加一项 减一项 减一项 加一项 乘一项 除一项 除一项 乘一项 你要学会这个方法 对吧 加一个A 减一个A 减一个A 加一个A 乘一个A 除一个A 除一个A 乘一个A 这个汽水 我喊出来 懂了没有 充满信心 full of confidence 就这样才能打仗啊 一个士兵 一个将军 一个队伍 你没有士气 怎么打仗 是不是啊 不能小里小气的啊 其实你想讲课的东西 我可以慢挑事例 慢慢讲 不费力气的 可是为什么我讲课 你年龄大了 实际上我讲课 是这种底气啊 实际上是在给大家做榜样 我讲完一天 我不要讲话了 太累了 但这个气势要出来啊 这样才是个好的引领 是不是啊 人要有状态 没有状态 这个怎么学习 每天要有这个好的状态 怎么样 状态啊 第一个很得变形 第二条 除了很得变形 别忘了刚才说 是不是叫 等价无群要替换 是不是大家 等价无穷小 替换 好好 鉴上面 我给你写过了啊 这个常见的 12345678 有八个 我给你写在那了 但是大家勿忘 不要忘记干什么 把X改成什么 改成那小狗 你要学会把 常见的东西啊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广义化 不要只有X啊 不要只有X 第三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啊 你发现没有 这个题目还有一个 你能够迅速把这个问题化简了 是不是把这个二分之一 及时提出去了 是不是大家 不要让这些极限 各位这个极限 是不是等于二分之一 是不是不得零 回答我 是不是要及时提走 提出去 极限不为零的因式 这句话很多同学不知道的 老师放在里面 即时就是只要见到了 拿出去 即时提出 极限不为零的因式 是零你不能提走 只要极限不是零 这个因式赶快拿出去 赶快拿出去 这可以大大的化解 你要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 是吧 要学会总结啊 这个题目有三大化解方法 我认为化解方法就这么三种 所以能编这么出一个题来也不容易 你看罗比达都不用答案出来了 好 看立体二 下一个例子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零比零行 零比零行 我们来看看大家 能不能用好刚才的化解方法 把这个立体二做出来 这个题目是道真题 X趋零时分母大看 是不是X4是什么 各位是不是趋零了 分子一的零次方 减一的零次方 是不是也一减一是不是趋零 典型的零比零行吗 我问你答 是不是一上来就罗比达 千万不要 太麻烦了 是不是 计算之前先干什么 化解 告诉我这部 你想到哪个了 来 等下替换 你想到哪个了 你是不是有发现 E的X次方 减一的这个样子 同学们抬头 是不是这个东西 那你告诉我 一定考的是E的什么 狗次方减一 等下来 等下来那小狗 我告诉你 考验一定是这样考的 而且我告诉你 这狗可能复杂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 你看这个题 真题 它真的就复杂到 难以想象 毛主席说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 你现在是不是 E的狗次方 减E的猫次方 你是不是缺减一 怎么办 怎么办 各位你别这样 加一个一 减一个一 这个想法 有同学想到了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题行不通 为什么行不通 你想 如果你用E的X次方 看好了 减个一 再减去E的X E的2减2cosX 再减去1 是吧 大小你待会 除以的是几次方 是不是四次方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活吗 你再把0比0型 变成另外一种未定式了 这是徒劳的 什么未定式你知道吗 Limit X去0时 来大家看我这 抬头看啊 E的X次方减一 等价谁 是不是X次方 说过了吧 E的狗次方减一 等价狗啊 是不是 我问你 你比的是不叫X四次方 这个去几了 X去0啊 这是不去无穷大的 回到是不是 你想啊 你得约掉二次方 这二次方 无穷小到处 无穷大 你知道吗 这两个都变成了 无穷大 减无穷大 你就把0比0型 改成了无穷大 减无穷大 这是无任何意义的 甚至说是一种倒退 大家同意吗 我们是应该把加减法 改成成图法 在洛比达 对不对 你这样的倒退了 这种题出的好啊 就如果你方法不当 你不仅做不出这个题 反而是一种倒退 这个题怎么办啊 其实不需要减一下 减一个1 再减加一个1 这题怎么办各位 腹底抽签 直接 我刚才可说了 是不是还有提取 供应式这一说呀 对不对大家 怎么做 来了 这样做 原是等于 Limit X去0 跟上啊 不管三次二次 提走 把整个的 E的2减2倍的cos 是不是全部提出来 各位 这是不是剩减1 回答我 是要不是 这样来办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 减1加1不成 好 马上换方法 马上换方法 这就是我们 恒能变形的强大能力 你发现没 加一下减一下 是不是解决不了问题啊 好 马上去想什么 提取供应式 是要不是 提取供应式 也是恒能变形了 对吧 都有的 都有的 好 剩下这里面是谁 根据运算规律 这是不是叫 X的平方 减去2 加上2倍的cos 对吧 大家 是不是 那你现在告诉我 整个这块 是不是那小狗 对了吧 整个这块 是不是那小狗 比上X的四次方 好了吧 好 接下来就好算 它就在Limit X去0 跟上我速度啊 跟上我速度 我来问你来答 X去0 是 科三零是不是去1 2减2 是不是去0 E的零四方 去向于1 告诉我 及时提出 说 极限部位零的 一式 这个1是不是 提到前面去了 1可以不写的 对不对 大家 懂了吧 你看我做立体2 是立体1 这个完美的一个练习啊 听懂了没有 再来 等下替换 1的狗之方 减一 等下谁 等下这狗 X方 减去2 加上2倍的 科三X 对不对 大家 它是不是小狗 你得检验一下啊 当X去0时 这个X方 是不是去0 科三是不是去1 0减2加2 是不是去0 没问题 B上X的四次方 懂了吧 你看 到了这一步 各位 是不是真正变成了 0比0型 这时候才开始用什么 对了 这时候才开始实施 罗毕达法则 这时候才开始实施 罗毕达法则 我把它缩小一点啊 哎 什么情况 我把它缩小一点啊 哎 好 我把它缩小一点 这始终 扩不进去啊 好 那就扩不进去 不扩了 换章之写 好 我写了啊 这个到这一步 叫什么 Limit 你们记得写信了啊 X趋于0 是不是叫X平方 减去2加上2倍的科三X 是不是大家 B上X四次方 来吧 这个毫不犹豫了 罗毕达法则 第一步求导 Limit X趋于0 跟上我速度 分母求导 X四次方求导 等一起 四倍的X三方 这个会吧 这个不会的话 今天晚上复习到两点啊 那你这个基本求导公式不会 好 多下个功夫 分子求导 X四次方求导等一起 2X 这个会不会 这个不会 伏习到四点 减二 二求导等一起 零 不要写了啊 这个不会 不准睡觉了 好不好 加上 扣三求导是结 负三 减去二三X 这个不会怎么样 放弃考验 好吧 到这一步 二二 跌脚十万 是不是大家 接下来就不要求了啊 其实这个我得直接说啊 大家都知道 我著名的狗减三狗 记得吧 X减三X等价谁 六分之一 这以后你知道啊 同学如果不知道 现在记啊 这公式不准不知道啊 全国考生都知道 X7010 X减三 X立即等价谁 六分之一 X三方 就是再经典不过的了啊 必须记住 哪来以后 太老公式很快告诉大家 把它背一背啊 这是三十二年考验历史上 考的频率最高的等价题换 三次方了啊 三次方了 我们讲一场 是不是写的一次方二次方 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个三次方 后面还会给你证明 我后面还会给你介绍四次方的 你能把一次二次三次四次 多给我记几个 你那些题目都口算了以后 故来报答案 这个分子是不是等价于六分之一 X三方 比上二倍的X三方 Limit X去零 故答案点结 十二分之一 这个题做完了 这是我们说的这一条啊 这涉及到 这个零比零行 或者无穷比无穷 大家要学会 先干什么 化简 对不对大家 化简之后在什么 如果还要需要罗贝达再抽到 是不是同学们 化简三大方法 记住了没有 好 例题三 这一组的第三种 是无穷大强义无穷小 我们来看例题三 这个题啊 是 这个蛮有意思的 这个题是1996年 考验真题 1996年 你大概刚出生 出生了没有 没有还没出生 因为你们是97年是吧 97年 香港回归那一年差不多啊 9796也有个别的 这道题就是你出生之前啊 但我告诉你这个题啊 是大题里的第一步 本来出题人啊 想送分给学生 可是怎么样呢 学生不要 不好意思不要了啊 不好意思要 太丢人 太丢人 这个题实际到什么呢 来看啊 X趋一负 请回答我 趋一负 LoinX 这个图你会画 LoinX是长这样吧 LoinX 当X趋一的时候 是不是趋零 故这一项是不是无穷小 再来 X趋一负 一减一负 是不是零正 Loin零正 是不是趋一负无穷 回答我 是不是啊 他把无穷去了 是不是变成了无穷大 这是典型的 无穷小 成无穷大 是不是啊 所以呢 碰到了无穷小 成无穷大 我们有两种想法 这个想法是很自然的 大家想怎么是很自然 第一种 是不是把这个 无穷小放底下来 变成无穷大 比无穷大 是不是 是不是大家 可以的吧 第二种的话呢 把无穷大放下来 变成无穷小 比无穷小 大家想看 这个是不是就变成了 无穷大比无穷大 实际上呢 是不是变成了 无穷小 比无穷小 是不是啊 所以基本上 记住啊 见到这种成绩啊 你要想改除法 要么是他 要么是他 这肯定的 这肯定的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X乘以LonX X区0正 你们看着书就行啊 我来写给你看 我给你写给你看啊 你接下来 这个也是个重要的东西 Limit X区0正 X乘以LonX 是这个吧 大家 它是什么呢 这是力中力啊 力子里面的小力子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 当X区0正时 大家就知道 这项是不是去0 这个是不是去无穷大 那你如果随便 把一个人放下来 它是无穷小 真无穷的啊 你随便把一个人放下来 比如说X区0正 把X留下 把LonX分之一 拿下来 是不是变成倒数了 这时候各位 是不是变成0米0形 洛比达说 我来了 你来吧 求导 Limit X区0正 书上讲一讲 有详细答案啊 我不让你抄 主要是让你看清楚 大家看分子求导 是不是等一 没问题吧 Lon分之一 跟上啊 是不是就U分之一求导 U分之一求导 是不是等于 负的U的平方分之一 记得吗 是不是你不记得的话 负记到 回去背吧 负记得起 是不是 U分之一求导 否则求导 是不是等于 负U分之一 再乘以U的导数吧 U是不是LonX LonX求导连结 X分之一 大家一做整理 发现 负的Limit X区0正 是不是X 乘以LonX的平方分之一 回答我是不是 您发现没有 这个东西比原来还复杂 是不是 School 我在答案写了 行不通 你这样再求导 你每次把烙印拿下来 越求越麻烦 为什么呢 同学们 这不是洛比达的事啊 这个不要怪洛比达 红笔拿出来 这个问题出在哪呢 出在你这出现了一个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什么意思的话呢 分子简单 分母复杂 我称之为叫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比较稳定 你在生活中啊 金字塔正三角形 稳定 但数学上不喜欢这种式子啊 分子简单分母复杂 这种式子做不出来 太麻烦 为什么 太稳定了 数学上就动不了 动不了 做不出来 这不是好事啊 不是好事 我们倒喜欢什么呢 倒三角形 你看啊 我倒着写 为什么倒着写呢 倒着写呢 你看我换个方法啊 你直接看书就行了 书上有答案 讲一条就答案 我留下烙印 这是复杂的函数吧 我把x拿下去 因为x简单啊 这就是倒三角形 上面复杂 底下简单 它变成了无穷大比无穷大 请罗贝达立即写成 Limit x去临正 那么上面求导各位是解 x分之一 底下求导是解 x分之求导是 负x平方分之一 多说几遍 你也记住这求导公式了吧 它的话解等于 负到Limit x去临正 各位 是不是就剩一x 回答我事了不是 就剩一x了 极限是不是得零 你看做出来了 是不是答案做出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书上写得很清楚吧 共 来我们拿出来 大家清楚见什么 一定要这样画啊 一定要画这样这样的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或者是目标形式 叫倒三角形 只要分子复杂 分不简单 罗贝达就好做 如果分子简单 分不复杂 罗贝达是越求越麻烦 你做不出来的 这样说听懂了吧 听懂了 所以这个题其实不仅仅是讲题本身啊 它实际上是有个重要的小节 看书啊 看讲义 实质分母有原则 简单因事才下放 这个给我打个信啊 实质分母有原则 简单因事才下放 我们把所有的简单函数 放到分母上去 对了吧 不要把复杂的放到分母上 那么什么叫简单呢 特别简单 比方说 密函数 指数函数 xα次方 e的βx次方 什么叫复杂 这些都复杂的 什么对数函数 反三角函数 2个3 2个tangit 这个都不准往分母上放 听懂了没有 不准往分母上放 好了 这样的话呢 这个题目就看懂了 这里是吧 这时候大家再来看这个例题 Long x乘以Long减x 是不是俩都Long 出题人很坏的 谁都不能拿下来 但是别忘了 计算之前 先画简 对了 你要想到这一条 计算之前先画简 大家发现Long 你想到什么了 Long 你要想到Long的等价替换啊 咱们的前面的等价替换 Long是不是只有这一个 Long一加x等价在x 只要x怎样 距离 但考验不会考x的 我跟你说过了 这一定写的什么 小狗吧 这是不是三个x一定要广运化 故你们发现 这个题不是这个人啊 不是他长相啊 他是区无穷大的 你别搞错 这等下等下 无穷小题换 换哪个 实际上是Long x 实际上Long x 你看为什么 大家看这啊 此题Long x 是不是等于Long 我们是不是缺个1加 回答我 是不是 你缺1加 加一个1在 减一个1咯 对不对 原来是谁 x吧 你发现没 现在的小狗 是不是这个人 这个x减1 是不是相当于这里的x 次x非比x2 不同的题目嘛 为什么呢 答 因为这里的x减1 是趋向于零 复的 看到没 对不对 这里x是趋向于零的 你懂意思吗 x减1是趋于零的 所以他等下谁 x减1了 你咋不理我 是还不是 这里的 你注意啊 这里小狗啊 等价的x 那当然我等价的x减1 因为我现在x减1去零啊 明白了没有 我这里x减1去零啊 对了吧 所以Long x等价谁 x减1 这是一个 x去1时的等价题换 来吧 又补充一个吧 你在这笔记来 记出来了吧 我很多东西叫补充在这 你看 我们常见的东西又来了 常见东西又来了 我知道Long 1加x等价x 可是我打批住 可是我打批住 我们考验常考什么呢 不考这个 他考的是 在x去零时 是Long 1加x等价x 可是当x去向于1时 我们的Long x等价谁 x减1 这也常考啊 这也常考的 你以后不要重新弄了 记住它 这是真题啊 考验真题就考了这东西啊 对了吧 学会补充啊 学会扩充 这个等价替换啊 常用的等价募求替换 那是相当丰富的 相当丰富 对吧 说清楚没有 好了 来继续 那x减1往这方啊 这时候我们就得到 这个题目的答案了 故原是等于 大家看啊 我就写 你们在底下写啊 我这个位置好写 我就写在这了 故原是等于 他是不是就这样写了啊 看好了啊 他就等于 Limit x 趋向于1负 是不是趋1啊 那这时候Long x等价谁 x减1 对吧 再乘以谁 Long 1-x 如果大家看起来不舒服 不方便的话 你再做个换员嘛 另1-x 是不是可以另称t 对不对 这样的话另称 因为这有1-x 就有x-1啊 对吧 这样的话就写成了Limit 看好了啊 Long 1-x 这是不是t 是不是Long 1-t 前面是不是x-1叫负t啊 负的t t曲几 说 tx去1负 所以1减去小1的 是不是叫零正 对不对 大家 同学们 这是不是刚刚做过 哪做过的 不就是这个吗 你不要换字母就不认识了啊 是不是就它 对不对 等一几 最后算是答案点0 这就算了 这道题目虽然小啊 但这个题目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在里头 供大家参考 记住啊 凡是遇到无穷大成无穷小 设置分目有原则 简单因是才下放 好吧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组 无穷小比无穷小 无穷大比无穷大 无穷大成无穷小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组 叫无穷大减无穷大 为什么无穷大减无穷大会单列一组 它又会出现什么样重要的题目呢 我们下节课接着讲 下课